就感冒发烧没办法就带去医院嘛 然后打点滴就自己拔掉那一种的 然后傅舍说妈妈不要在里面 哦 因为她做给你看 对 然后就是我就说 好了不要打不要打 很多妈妈是这样 然后我就外面哭 欢迎傅源 姐好 姐好 我可以先抒发一下我的情绪 就是我等小爱 等了好久啊 谢谢 你可能不知道你是我这个节目的一个 隐形的小贵人 因为本来呢各位知道吗 当时就是小爱出了新书 不管怎么样的哭法我都准备好了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啊如果小爱可以来我的频道玩 那我就要设计一下嘛 就不能随随便便嘛 小爱一可以回来之后 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单元 叫做了解爱哭贵 好的就是对我来说 眼泪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重要 哭眼泪放重点 对然后我之前就是经历过的事情 写在书上 就是会不会就是现在在有点人生中迷路的女生们 就是看一下我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能找到一条细细的路 OK 对这每一片的眼泪啊 对我而言看到的感觉 最后都会转向一种无尽的感谢 不论你是相信的哭或躲起来哭还是被妈妈骂哭 他最后都会被你转化成一种 你在表达对身边人的感激 对对对没错 小杰的话是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默默的给我拿卫生纸 就让我哭干净的感觉 对就是他也知道哭干净吃饱我就心情很好 很棒很棒 对 但因为我没有小孩嘛 我有一只小狗 然后他前阵子就是有开一个刀 然后呢就是我也是有一种主人的决心就是我不能哭 因为他已经他已经很痛了 我觉得我在那哭 他一定就哼我又想哭了 他一定就会知道我很伤心 我就怕他还要担心我 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就觉得我好难想象 就是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就当你们的小孩可能有时候受伤 对或者说犯错或者跌倒 然后他们生病啊受伤的时候 你们都是怎么样 要指吗 有有有 你们都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时光啊 有一次我女儿发烧 嗯 我女儿以前是一回到日本就感冒 嗯 就是超级严重的感冒 而且是什么39度4快40度那种的 就是帮他打点滴 他会把点滴拔掉 哇 那很难 对然后要打点滴要四个腹式要压住他 嗯 然后就一直叫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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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时候小杰在台湾 我一个人回日本就是工作 那就觉得好可怜这么小 对就是这么小的身体 然后我也很讨厌打针 嗯 对然后又被压到一定很可怕什么的 我就哭着给小杰打电话 嗯 然后他就真的很冷静 那个时候就很冷静的跟我说 就是那如果是好 那你现在如果是选择不打的话 可能会更严重 嗯 就让他就是忍一下 他会马上就变好啊什么的 就是真的很冷静的帮我分析吧 好安心 他是可以跟你一起聊天 对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是有点像姐妹 这就是我说看的时候觉得说 哇你好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伙伴 嗯 可以一起生活的 对 因为他懂你的这个好 然后两个人观点不同 对 可是却是好像彼此的小老师 对对 然后又是伙伴这样 真的 有的时候变成朋友姐妹 然后一起吃甜点啊咖啡啊什么的聊一聊 算是功能性很强的老婆 对真的 有点像iPhone的感觉 评价好高哦 iPhone多方便啊智慧型手机啊